好来看到羽球一姐戴姿颖呢 昨天在羽球亚锦赛女单四强 是对决了她的速敌山口倩 那么首局呢小戴掌控了节奏 凭着后段一波5比0的攻势 打了13分钟而已 就以21比12拔得头筹 不过呢可惜第二局的追分是功亏一篑 让山口倩以21比16扳回了一城 索性呢决胜局小戴是打出了7比1开局 并且挡住了对手的反扑 中场呢是以这个21比15终止对战的五连败 那么接下来会和韩国的天才少女安喜盈 来争夺冠军 好再来看到的是台湾的羽球选手王麒麟呢 在这一届牙锦赛的四强 对上了印度好手时 他因为一个低声接球的动作呢 导致他的右侧鼠席有点拉伤 这当场痛到倒在原地 经过警惕治疗还是无法续战 只能够和搭档李扬忍痛来宣布棄赛了 无缘晋级男双的决赛 而面对这一次阴伤退场 王麒麟呢 这个半夜也发文表示 这是他运动生涯当中第二次的棄赛 心里是百般的不愿意 但是还是可以 还是要认真来看待身体发出的警讯 好也感谢大家的关心 欢迎订阅